对于吴义炳来说 造就了这颗大心脏 他整整用了17年 吴义炳与网球结缘 是因为上幼儿园时 他身材偏胖 减肥过程中 他在羽毛球和网球之间 选择了球网更低的后者 2007年吴义炳八岁 他被浙江省队破格录取 成为队里年龄最小的运动员 浙江队那个时候招的都是 95年96年的球员 那么我比他们小嘛 我99年 但是我跟他们练同样的东西 比如说跑10圈 他们10圈跑完了 我才跑第6圈 就是那个时候你那么小 然后对于达标啊 或者对于当时训练的这个要求 能放松点吗 肯定得放松点 他要不放松点 我根本玩不成 就说跑这个田径场400米吧 有些人呢 他可能他的目标是1分10秒 那你像我小时候 我可能跑到1分40秒 就已经很好了 但是呢 你这8个人 但凡有一个人没有完成这个目标 你所有人 你全部重新来一遍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锻炼到我们 大家一起的这个凝聚力 我们互相 为了对方 而不是只为了我们自己 我是为了我身边的7个哥哥 我不想我跑不进1分40 因为我一个人跑不进1分40 所有7个哥哥跟我一起跑 那我当然 我跟疯狗一样 我都跑了啊 哈哈 哈哈哈 感谢观看